吃泡面越吃越口渴 很多人喜欢扁配汽水一起吃 不过你能想象一起吃下肚之后 会在胃里发生什么激烈变化吗 你的胃都成这样子了好吗 都快炸了你知道吗 网友把泡面放进夹链袋 再倒入汽水表示会造成袋子 迅速膨胀至爆炸 实际复制实验 一封口隔着袋子都能听到 内部不断冒出气泡 三分钟内同时装着泡面和汽水的密封袋 已经膨胀至极限 看起来收益一动就可能会爆炸 除了泡面当中的盐分与汽水产生反应以外 泡面中含有的食用胶也是关键 很害怕 就怕胃爆掉 应该是不敢 我也怕爆炸 食用胶因为它有的就是会跟那个 碳酸饮料产生那个酸碱综合的变化 然后会撕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还有其他的气体出来 就连天然水果香蕉也有冷知识建议 千万别拿来配汽水咕噜噜下肚 否则将刺激胃部导致狂吐不已 实测切断香蕉加汽水 虽然作用时间相对较长 但十分钟后同样造成袋身剧烈膨胀 它会有一些挥发的气体 那还有它会有一些有机的溶汽在里面 所以下去会容易在碳酸饮料里面 然后把二氧化碳逼出来 再加上过去常见的曼陀柱 在可乐中大爆炸实验 系数无论食用胶 盐分 甚至与吐液混合后产生的胶状混合物 都可能造成汽水大量释放出二氧化碳 吃饭还是少配汽水 避免额外产生的胃部不适 解身子分离配宣台报导